欢迎回来 被认为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最大政敌的纳瓦尼 离世已经是将近一个星期 但是家属还是连遗体 都无法见上一面 他的母亲在不知道 儿子失守身在何处的情况下 不仅录制视频 恳求交还遗体 更直接入兵法庭 不过普京至今依然是保持沉默 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 2月16号在监狱离奇身亡后 家属冒着寒冬 也要远赴极北地区 见遗体最后一面 却不断被当局拒绝 尽管当局曾告知 他是因猝死症而丧命 但未能透露更多调查细节 让案件更为扑朔迷离 纳瓦尼的母亲 柳德米拉较早前 发布一段视频 恳请俄罗斯总统普京 归还他儿子的遗体 让死者入土为安 不料普京迟迟没有回应 让柳德米拉 毅然决定入禀法庭 指控俄罗斯政府 非法扣留行为 纳瓦尼的团队 随后也在社媒平台证实 法院将在3月4号 审理这一宗离奇猝死案 对于纳瓦尼和他家属的遭遇 当地民众也纷纷表达同情 纳瓦尼逝世已将近一个星期 但他生前服刑监狱附近的纪念碑 依然有不少民众前往线上鲜花悼念 周遭还是部署了锦历巡逻 或许只要有人记得 他生前为争取俄罗斯民主 所付出的努力 即便他的死因还无法真相大白 他的斗争精神也会长存 马兴社电视综合报道